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在刚刚谈呢 为台湾的选手要争一个公道 其实呢要大家一起来 不仅仅是政府的官员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看看网友的力量 究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比方我们在刚刚有特别谈到的 就是Facebook脸书的网站 那现在看到有人 来这个一起来 联署力挺杨淑军 现在超过41万人 而且呢现在还有99万多人上位回复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已经有多少人呢 至少有超过140万人 都知道有这样子一个连署行动了 那欢迎我们也知道 有骇客入侵了这个 跆拳网站对不对 这个是亚台盟的官网 那他们当时被骇客修理 在他们的手艺上面 把中国跟这个南韩的国旗 把它混在一起 到中间比一个不雅的手势 上面有写说 孰军第一 这个亚洲跆拳盟还我金牌 然后一些英文的这个彰化 我就不念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泄愤 我跟大家报告 原因在哪里 这个是亚洲跆拳联盟 他们昨天发的一个新闻稿 他写 Shocking Act of Deception by Chinese Taipei 意思就是说 中华台北干了一件非常 这个欺骗的 这个令人震惊的事情 所以因为这个英文 我也去查了一下 所以我也简单做个翻译 我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 Shocking Act of Deception by South Korea Exactly 是你们干的啊 那你这样讲中华台北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 行政院下午三点半要开记者会 早该开的啊 我刚才讲说你不能让教练 跟选手单兵作战嘛 那他们在广州说 你失格了你不能比他不能比他 你官方有一个态度出来嘛 从第一天啊 我刚才问下这个黄委员 第一天这个陈显中 就是提委副主委 他就坐在黄委员旁边 我不是说 因为我跟黄志炳很少遇到 说实在话 你说我们国内政治人物 最懂跆拳道的人是谁 是他啊 那他是国民党的立委啊 那你国民党立委怎么处理到 惊给人陷了啦 你陈显中第一天讲说 叫大家吞下去 怎么吞 现在吞不下去是不是要吐出来 那昨天说 我辞职是开玩笑的 你开什么玩笑 谁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好像不太好笑 你待会陈冲 其实陈冲因为他跟体育 是八甘子打不着 陈冲之前还讲过说 体委会是我管的吗 他连那个sense都没有 因为他是副院长 副院长那是管所有部会 我好几个月前就痛骂过陈冲了 你叫陈冲出来开 那陈士奎是没有用的啦 我说实际上 主持人我讲比较白一点 现在就借陈显中的人头一用 谁叫你连续两天讲错话 你说这个对五都会没影响吗 对这个大家 这个仇寒啊 仇中的情绪没有影响 都有影响 那你讲错话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下台啊 那待会除了 对中外媒体宣布 我们政府的立场之外 这个是一定要抗议的 是 你这个直接讲说 哇我们中华台北 因为这个你这个等于是 因为中华台北是我们在奥会的名称 你等于是说 整个台湾都在作弊啊 对 是这样子吗 我刚讲了 刚刚庆和大哥也提到了 亚洲跆拳联盟 世界跆拳联盟 会长 主席 秘书长 委员什么 全部都是韩国人 除了那个委员 有几个是其他国家插花之外 大部分都韩国人在控制 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当然不是说要找李明博算账 可是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做更正 如果你确定你弄错了 那要更正 要道歉 那我最后建议马总统 因为马总统今年的这个 下个年度的国务交费 编的非常多 马总统的处理 就是把国务交费 拨300万出来 比照国光奖章 颁给杨淑君 荣获马总统的这个满意度 跟支持度会稍微回来一点点 好 我们马上回来 再待会继续讨论 新台湾新光大道 稍后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